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今天發表離空二十年 青年政策八倍書 利用報告要繼續推動十八歲公民款 基礎正義加改善青年改善 協會邀請了總統的參選人 出席十一月十五位青年論壇 來視頻正見 大選青年不學習 政策議題我關心 政策議題我關心 李總統代算投票 這已經不到三個月 國黨派參選人也有提出青年政権 當期關注青年議題的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法國際控制數青年政策八倍主 利用包括十五項議題 基礎正對推動十八歲公民款的部分 協會後有國黨派參選人 要跟立場合政権說好名 各黨跟各候選人都應該要說清楚 到底我們要推動十八歲公民權 是透過像是修選辦法 還是我們應該要持續來推動修憲 那如果要修憲 那我們也應該要提出不同的修憲主張 對這關注青年參與政治的管理 年輕人是國家發展的希望 其實政策就是最基本的問題 二月十多次改革組織支出 這些年輕人剛出社會 都在稅庫 出水又一年一年去 也大大影響人生的幾位 要求參選人要占對稅庫歐市的問題 拿出政権來改革稅庫保貼 看得到會不會對的政権 目前台灣空污過多造成的租屋供需失衡 那以及租屋黑市造成政府長期無法掌握租屋資訊 乃至於補貼看得到吃不到 對青年而言都是非常急需解決的問題 含稅庫一樣要緊的也有青年解釋的問題 台灣六港政策要求立法醫 在最後這個會期來冠軍散透通過 另外這次台灣青年民主協會 發生在十一月十五 基盤總統台選青年論壇 他也要請國黨派參選前出社 跟青年議題立場共和清楚 記者陸雄宇 鄭俊優 台北報道